锦衣之下经历过前几个月的孕吐,如今的惊吓已有身孕快六个月了,要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孕期反应,每天都能吃能睡得很,除了偶尔的胎动有些让她闹心外,日子过得可谓是一个滋润。 然而相比较之下,宠妻狂魔路易的日子可就没有那么滋润了,自打上次齐王府遇刺后,也不知道齐王是怎么跟皇上汇报的,竟然安排锦衣为暗中保护她。 这于路易而言,本也算不得什么大事,她早就认清了锦衣卫在皇上心中的位置,按照指令安排了人员保护齐王,公务照常开展,实时汇报,只不过更多了一项任务就是每日给家中的孕妇买吃的。 这算是最折腾她的事情莫属了,怨妇口味,心情都多变得很,前日想吃东街的酸枣,昨日想吃西街的烧鸭,近日又想吃南街的醋溜鱼片,都不带重样的。 普通寻常人家的夫家怕是不会理会这么多的要求,可惊吓的夫家是路易啊,那个恨不得把天上星星都摘下来送给夫人的路大人。 即便公务繁杂,时间紧促,还是竭力满足自家夫人的要求,惊吓也知道自己最近实在是麻烦得紧,但是没办法,就是感觉一天一个胃口,若是吃不到想吃的东西便食欲大减,其他的都吃不下去。 可是看到路易这般来回为自己奔波,只为了一口吃的,看她为自己操心的样子,惊吓心中又不免十分的心疼。 夏天的雨,倒真是雷震雨,说来就来的,陆府中的惊吓看着青盆耳下的大雨,口中碎碎念这么大的雨,也不知道大人方才出去带伞了没。 话音刚落下,就看到门口进来的路易,许是踩着轻弓回来的,走到她面前,取出怀中上其热着的纸包,给杨月刚做的润饼,趁热吃。 大人,你衣衫都湿了,快些去换了,仔细风寒就不好了。 惊吓没接润饼,拉着她往卧房而去。 谢谢大人,这几日辛苦你了。 晚间休息时,惊吓把头靠在路易肩上,声音软软糯糯地说道。 路易笑了笑,温声接话,只要你欢喜,我便不觉得辛苦。 看吧,这就是她的大人,明明就奔波得很,自己这些时日都肉眼可见的胖了,可每日奔波的她,却轻瘦了不少。 惊吓转念一想,若是她能自己做的话,也就不用来回跑了,而且自己还从来没有吃过大人做的饭菜呢。 大人,你明日就跑出去买了,我想吃你做的饭菜,好不好。 文言的路易明显愣了一下,旁人口中无所不能的她,也是有短板的,这炒菜做饭便是她的弱点了。 好,你想吃什么,我会的,不多就是了,不过既然是惊吓提的,她还是硬撑了下来。 只要是大人做的,我都喜欢,别说惊吓打小就不挑食,这路易做的,她自然是什么都喜欢吃的。 第二日下午,北镇府私下之后的路易早早就回到了家,看到惊吓不在门口等她,随口问了句夫人呢。 门口的守卫已经见怪不怪了,这往日里每日都能看到夫人在门口等待的身影,别说大人回来看不到人会不习惯,就是他们没看到人都不习惯了。 夫人差人去请了杨月过来做饭,这会儿应该是一起在后厨。 文言的路易匆匆回房换了声音响便走向后厨。 远远就听到自己夫人惊吓的声音,大杨,你这鲜鱼片的手法厉害呀,可比你抓贼的时候利索多了,这个不要放香菜,大人不爱吃香菜的。 我说惊吓,你这到底是请我来吃饭的,还是来给你家陆大人做饭的,这每道菜都按照他的口味来,你吃得下,这是杨月调侃的声音。 你懂什么,我家大人虽然有些挑剔,可他的口味吃实,那都是很健康的,而且他最近为了给我寻各种吃的,都累得轻瘦了不少,我厨艺不佳。 你又不是不知道,谁让你是我的好兄弟呢,是不是?杨月复合道,是是是,陆大人什么都好,你这人啊我也是知道的,有事的时候咱们是好兄弟,这没事的时候,我到底就是一个路人咯。 路易刚走到厨房门口,惊吓就看到了他,大人你回来啦,我找了大洋来做好吃的。 路大人,辛苦你了,路易跟杨月说道,又对着惊吓说你说说你,平日里去蹭饭就算了,怎么还这么麻烦人家,不是说让我回来做饭给你吃吗? 大洋辛苦你了,静下说完便拉着路易走出后厨,大人都辛苦一天了,怎可还让你洗菜做饭,你最近都瘦了,我找大洋来,就是做好吃的给你补补,我家大人还是白白胖胖的好看,白白胖胖,路易皱眉,这是形容的他自己吧? 口误,口误,我的意思是说,大人还是要吃好,喝好,这样身体才能好,可不能光是照顾我,耽误了自己的身体。 路易勾了勾嘴角,这种有人记挂的感觉好像真不赖呢。